印度也想组织调解俄乌冲突 是东施孝平还是要摘中国的桃子呢 别急着笑话人家 这可能是一件好事 大家好 根据印度媒体的消息 印度总理莫迪计划于8月份访问乌克兰 这是继本月莫迪访问俄罗斯之后 印度外交的又一个大动作 以印度和俄罗斯的关系 莫迪顶着西方的压力 前往莫斯科和普京会面 还是能够理解的 那莫迪为什么又要去乌克兰呢 答案很简单 那就是莫迪政府想要出面调停俄乌冲突 用印度媒体的话来说 印度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关系都不错 而印度一向都主张用谈判的方式 促进冲突的解决 因此莫迪访问乌克兰 是想尽其所能支持和平解决方案 不得不说 印度挑的时间是真不错 因为就在不久之前 乌克兰总统紫莲斯基公开表示 有意要和俄罗斯进行谈判 推动战争结束 乌克兰的外交部长库列巴 更是突然访华寻求中国的帮助 而中国并没有拒绝乌克兰的请求 事实上呢 中国一直在致力于斡旋俄乌谈判 只是乌克兰一直不怎么配合 而现在杀出了一个印度 多多少少有点要栽中国桃子的感觉 但是这个桃子恐怕印度它不好栽呀 首先印度和俄罗斯的关系很好 这件事呢 的确不可否认 印度甚至愿意为了维护与俄罗斯的关系 而得罪美国 但问题是印度和乌克兰的关系 真的很好吗 从过往的一些事情来看 印度和乌克兰的关系 仅仅也只是停留在有关系这个阶段 远远谈不上什么关系好 其次呢 印度能做到兼顾俄乌两国的利益吗 现在俄乌谈判最大的阻力是什么呢 是双方需求的矛盾 乌克兰要求俄罗斯把吞并的土地吐出来 包括之前的克里米亚地区 而俄罗斯要求乌克兰要成为永久中立国 不允许他加入北约 双方的条件对彼此来说都是无法接受的 而印度这个和美国和俄罗斯关系都不错的国家 该如何避免被美俄影响 掏出一份美国和俄罗斯还有乌克兰 包括欧洲都能认可的方案呢 他一万不讲 就算印度拿出来了一份完美解决方案 印度他又有实力让各方坐下来接受这个方案吗 所以说印度跳出来想要调解俄乌冲突 不过是东吃笑评 印度本身并不具备作为第三方斡选者的客观条件 却意图模仿中国参与这种敏感的国际事务 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 但对于我们中国来说 印度横插一脚这件事倒不必着急 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现在是乌克兰求着中国出来主持公道 但前面我们也讲了 俄乌谈判的前置条件非常复杂 不管谁来调解都可能会实力不讨好 弄不好两边都要得罪的 哪怕是中国亲自出马也会是如此 如果印度能够主动站出来把这件事给办了 而且还办成了 那我们中国乐意看见俄乌和解 所以不要这份功劳也罢 但是如果印度失败了 也不是什么坏事 毕竟它帮助后续参与调解的国家 探出了一条所不通的路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如果再出面调解 并且调解成功 那就更说明了中国的能力 说到底啊 印度政府仍然在想着拙劣的模仿中国 但现实是中印之间的差距 不仅仅存在于经济军事和政治 也存在于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上 各位说是不是 好我们这本期就聊到这里 感谢收看下期再见